大家好 前週相當時間聚焦在 俄羅斯總統普丁繼3月19號大動作的現身 親自是開車前往占領烏克蘭地區的一個馬利波之後 俄羅斯的官媒再一次的宣布普丁又再一次的 無預警的前往了俄烏戰士的最前線 包括了由俄軍控制的赫爾松 以及盧干斯科軍事總部的視察 普丁說呢 視察對他來說很重要 因為他得聽聽位在前線的意見 來聽他的說法 畫面上可以看到呢 普丁他參與在赫爾松地區舉行的一個軍事指揮會議 停取了空降部隊和地孽伯和集團的軍群 他們指揮官的軍事簡報 普丁他還拿出了東正教的一個圣像 是給予當地的俄軍象徵性的祝福 那麼俄戰火現在延燒了一年多 西方國家呢都是強力的批評 普丁他侵略烏克蘭的行為 部分的歐美國家也是不斷地對烏克蘭寄出軍事上的援助 對此巴西總統魯拉他批評歐美國家呢 不應該再拖延戰事 對此白宮呢現在也批評巴西 不應該是模仿中俄在俄污問題上的這個言論 巴西外長維拉呢他則是批評白宮 他們的說法一起來聽 可以聽到呢巴西外長他是駁斥 白宮認為巴西當局在俄污戰事上的態度 是模仿中俄的言論不過呢現在這番言論不僅是引起了 美國不滿巴西總統在訪問大陸之後呢 近期邀請了俄羅斯的外長拉夫羅夫訪問巴西 那麼這個行為也讓巴西是氣的 也讓美國呢他們是氣的跳腳 批評巴西是忘恩負義 就分析指出了拉夫羅夫此行 訪問巴西可能會進一步地加劇 美國對魯拉政府的不滿 而曾經在俄污戰爭初期呢提供新链服務 給烏克蘭使用讓烏克蘭呢 他們是得以使用網路 不會受到俄軍破壞的SpaceX的執行長 馬斯克 他近期在網路上呢 其實呢也有很多的熱點話題 同時呢為推特執行長的他 最近是和BBC的記者 一個曇花的影片呢 在網路上是非常的熱門 點閱率非常高 內容呢主要是聚焦在英國的廣播公司 BBC呢他們是不滿推特 把該公司是貼上了 政府出資的媒體的一個標籤 因此呢他們就向推特的老闆 馬斯克呢反映之後 馬斯克就說呢同意讓BBC的記者 是未到舊金山的推特總公司 雙方可以談談 也就臨時來安排一個專訪 不料呢BBC的記者 他似乎是因為準備不足 不僅是沒有達到外界預期 拿出一個咄咄逼人的態勢 反倒是呢會談大翻車 90多分鐘的這個訪談之中呢 一路是被馬斯克追問 而且他被指責說謊 我們先來看一段馬斯克他 偷偷不絕反問記者的精彩對談 有關 原本說獨有說 這名記者的名字叫做雷克頓 叫做克雷頓 他是一名科技記者 那麼克雷頓他一開始是被問到 他問馬斯克 如何在面對推特裁員之後 沒有足夠的人力可以審查仇恨的言論 因此馬斯克他就反問 到底是哪裡看到了仇恨的言論變多 要求這個記者他要舉出例子 但是沒想到這個記者 直直烏烏舉不出例子 在訪談了50多分鐘之後 這個記者一再的要求 希望這個結束趕快結束訪問 但是沒有想到馬斯克 他並沒有放過他 滔滔不絕的再講了30多分鐘 讓這個記者非常的尷尬 現在這個窘境也被網友是批評 他準備不足 英國的網路雜誌甚至是評論 這一次的翻車專訪 反映了傳統媒體 對於假新聞的雙重標準 傳統的媒體是承諾 要監督有權利的人 但是這一次卻反過來 是由馬斯克來監督媒體 那麼馬斯克他除了是推特的執行長 特斯拉的創辦人 他曾經也是OpenAI的聯合創始人 那麼由OpenAI開發的ChatGPT 一推出之後就是在全球掀起了熱潮 而馬斯克他17號接受福斯新聞訪問的時候 他也表示自己現在他也要推出一款 人工的智慧平台 他稱之為真實的GPT 顯然是要直接的對決進來 人氣爆表的聊天機器人ChatGPT 因為我們是一個很興奮的部分 希望 對於發展快速的AI 馬斯克他在接受專訪的時候 他也重申了警訊 他表示AI是非常危險的 比起不當的飛機設計 或是難產的維護不良的機車生產 AI更有可能會破壞文明 這不是不可能 而且其實在ChatGPT爆紅之後 他也批評過AI的發展速度 如果過快就會影響到人類的發展 當初他在2018年退出OpenAI的時候 隔一年2019他就在推特上面透露 自己不認同OpenAI他們團隊想要做的事情 而且現在他退出的原因是因為 他必須要專注在特斯拉還有SpaceX上 那麼不過原定在美東時間17號 早上9點台灣時間晚上9點 在德州首度試射的最大型的火箭星艦 卻在最後的關頭是臨時喊咖 馬斯克他在推特上面表示 新艦一個壓力法似乎是卡住了 除非這個問題解決 否則當天不會發射 那麼根據外媒分析 新艦的下一次試射的日期 可能會在19號或是20號 那麼這枚堪稱史上最大的一個火箭 它如果真的升空 那麼也將為人類移民火星的夢想 是踏出了第一步 來看相關報導 火箭發射台冒出白煙 美國泰科公司SpaceX 製造的史上最大型火箭星艦 原定在美東時間17號上午發射 不要卻在發射前幾分鐘臨時取消 火箭發射倒數計時 定格在最後40秒 公司創辦人馬斯克指出 因為壓力法被動 截中止起飛 至少必須經過48個小時 才能再次發射 星艦是由兩截組成的 火箭發射載具 分別是裝有33具引擎的 巨型火箭 以及位於上方的星艦航空器高達120公尺 比自由女神像還高 是目前全球最巨型的火箭 它將會擔任SpaceX的主力 每次能運載超過100噸貨物 不論是商用衛星 太空載具 貨物或人員 都可以重複運送到地球軌道或月球 甚至去火星建造基地 SpaceX 遺憾美國NASA簽約 有可能會在阿提米斯三號載人登月任務中使用星艦 不過其實馬斯克早就給外界打預防針 表示是非成功機率只有一半 有一百萬種方式可能失敗 甚至說只要不炸毀發射台就算成功 但他也誇下海口 表示若相關實驗成功 他將啟動規模化生產 以每年建造一百艘的速度 打造千艘星艦號組成的太空艦隊 完成踏上火星居住的夢想 接著 綜合報導